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先讲一个例题好了 我们上一次讲到万有引力未能 万有引力未能呢 他是这样子 万有引力未能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物体受万有引力的作用 那么因为这个力是个保守力可以化成未能 所以形态变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例题 就是我们在之前呢 我们曾经用牛顿力学做过的例题 那现在我们用功能定律来做 我们用功能定律来做 就是说我们在地球的表面 有一个人 他垂直上抛一个球V0的速度上抛 那么这个球呢 到达最高点 这个高度 就是说这个是他的任意高度 这个是距离地面的高度 好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是 跟地心的距离 我们用R来表示 R来表示 R来表示 好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啊 这个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啊 这个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这个球也说 现在我们有个人的机会 这个球并没有化 这个球并没有化 这个球的并没有化 到達最高點 第一個就是能夠到達半徑這麼高 高度跟半徑一樣 第二個就是這個物體無限遠 脫離了地心的引力 我們上一次是用牛頓力學來做 我們找出它的加速度 然後呢用牛頓運動學 因為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數 所以我們用積分求過它的速度 那今天我們用功能定律來做 功能定律 那麼用功能定律來做 你首先要把這個物體所受的外力全部都畫出來 外力 那物體在這裡的時候呢 它僅僅受 gravitational force的作用 只有外有引力 就是地球對它的引力 唯一的一個力 因為這個力是一個保守力 它可以化成位能的形態 因此我們就知道現在的衛能裡面呢 它是外有引力衛能 我們用功能定律來做 我們用功能定律來做 你把功能定律寫一遍 我們用功能定律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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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to me over r rb 然後 再減掉 2分之1m rb rb 它在 一般来说 R是等于 大R加上H 它是等于 大R加H 然后RA呢 V VB我们就 先令它等于V 等一等才 我们才令说 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V等于0 那个时候的H就是 Hmax 那现在 我们 知道这里头有一项不知道 V0不知道 因此你左边这个量 势必要知道 你不知道那就没办法做 因为一个等式 不能有两个 未知数 所以我们就看左边 Non-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这个物体所受的力呢 仅仅只有一个 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Conservative force 不算是Non-conservative force 因此它就没有 没有其他的非保守力了 所以它就是0 那么我们把这些值 带入 第一式 那我们就得0 那我们就得0 要等于 二分之一 M BB就是V BB就是V0 不是 是V BB就是V平方 然后减掉 Gm M M RB呢 RB是R 加上H 再减掉 二分之一 M VA Va就是V0 然后 然后这个 RA是 大R 所以减掉 G M F M E OVER R 现在我们把这些事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这个 求的是这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B0 大家都可以把M 约掉 先把M约掉 B0 这个拿过来 它就是等于 V平方 加上 两倍的 E M1 两倍的M1 B1 里面就是 我们用 我们用 简 比如姐 这个小 加上 先写这一项 它就是 G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 先写这一项 R分之1 减掉R加H分之1 那现在我们就把A跟B这个条件带进去 我们说 B等于0的时候 到它最高点 B等于0的时候 A 它的H要等于H maximum 它的H就是最高点 最高点是等于R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来 V0的平方 这个是0 那这个一 比起 这个就是二分之 它就等于R分之1 因为这是2R 那么就变成2R分之1 2分2约掉 就为这个值 那么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同成一个R 同成一个R以后 那R平方分之1 它就是 重力加速度 在地面 地面的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V0呢 要等于2RG 好 V H V等于0的时候 H 也是H Maxima 但是这个是Approaches Infinity 那这一项就变成0了 那V0的平方 它就等于2倍的G VMV VMV 它是等于2倍的2G 因此V0就是等于2倍的2G 这个跟我们上一次做出来的 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那么 这个 速度我们称它叫做逃脱速度 Escape Velocity 你一跳就可以离开地球 我们好多人 在世上活得不耐烦 有的去跳海 有的去跳楼 有的把什么三千烦恼丝消掉 结果还是没办法 不是吗?什么事? 蛤? 你说说这个 这个怎么样? 讲大声一点 平方 OK 谢谢 平方 那么我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如果你 觉得这个时差没什么好留恋的 你就要练跳高 用这种速度往上一跳 你就可以脱离地球 可以这个 蛤? 我听不到你讲什么话 没有算 这个这么高怎么有空气阻力啊 什么 对啊 对啊 如果空气阻力算的话更大 对啊 去练什么 到少林寺去练轻功 看看 能不能 一下子跳上去 还有 还有 我们再回头来做一下 上一次的重力为能 上一次的重力为能 我给你们做过哪一些例题啊 我看看 做过一个例题 我们再做几个题目哈 我们再做几个题目哈 也是做一个以前我们用牛顿力学做过的这个三百的题目 这个题目 一个质量M的小质点 他用一个没有质量的绳子把它细做 然后呢 我们用水平的力慢慢拉 把它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是θf 能够是L 拉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问 水平力做的公是多少 有水平力 这个题目你们回头去 把以前那个 那个例题的题目抄起来哈 欸 因为 已经写过了 我就不再写了哈 好 那现在我们 用功能定律来做 上一次我们是用牛顿力学 现在我们用 功能定律来做 那我们就考虑这个物体啊 它是在 重力之下 地球表面嘛 有重力 有重力它就有MGY 这个位能 所以我们写出它的 先写出它的功能定律 啊 非保守力做的功 是等于 2分之1 2分之1 MBB平方 加MGYB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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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用的功能定律 好 现在我们先看看 啊 啊 这个我们当作是A点 这个是B点 那么A点的时候啊 那么A点的时候啊 VA是0 因为我们是慢慢拉的啊 它在 这一点的时候 本来就是0 速度 然后每一步拉它呢 都好像 没有速度一样 拉到这里 因此啊 它的VB也是0 好 YA A 我们当它是0 我们设定这个地方是0 那么 YB呢 就是这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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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L 那么 这一段长呢 是L 这也是L L Posine ThetaF 所以 YB YB 是等于L 减掉L Posine ThetaF 就是这个 L L L 减掉L Posine ThetaF 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YB 好 那么 右边呢 共同知道了 那现在就是左边 左边呢 Non-Conservative Force 你要把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就把左边 把这个 指点 Sow的外力啊 在任意一个位置 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我们就可以选第二个位置 都没有关系 哈 好 那么现在把这个外力画出来 这个是F 这个呢 MG 然后 他说 绳子有一个 有一个 张力 张力 那么 MG不算 MG不算 因为它是 Conservative Force 我们说 Non-Conservative Force 就是这两个 因此我们就写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它是等于 Tension做的功 再加上 M 再加上F做的功 那Tension做的功呢 等于雷 为什么等于零呢 因为 Tension是半径的方向 位移 是切线的方向 位移是这个切线的方向 位移是这个方向 这两个 维持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里画一个 它等于零 原因 我们等等写在这里 因为 Tension 跟 位移 维持 这不是零 我写错 就是这样子 应该是等于 F 好 那我们把这些 带入第一次 是 带入第一次 左边就是 F做的功 那么 VB 是零 这个 就等于 M G L E 解 C F 左边 这边呢 这个是零 这个 也是零 OK 那 马上就得到这个 很快 这个比上一次 我们用 牛顿力学来做 要快得多 OK 好 那你们 那你们 要 抓到这个 要领喔 你不要死背 这个题目喔 那我说过 你要做这个 题目的时候 你要 把它的外力 要画出来 它总共受些什么力 你先看看它的 保守力 是什么力 保守力是MG 那么它里头就有一个位能 MGY 如果保守力是 Y有引力 那么它就有一个位能 是-M -小M 乘上大M 再被R来除 然後你就把这个式子列出来 把每一个位置的这个量写出来 你计算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把外力画出来 这样一步一步做 带进去 好 那么 我们 再看一个 题目 如果这个是一个艾斯基摩人 的一个冰屋 它这个是半圆形 它这个是半圆形 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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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R 冰屋哈 那我们假设 有人 踩在这个冰上面 或者是坐在冰上面 滑动的时候啊 我们当做它的摩擦力等于零 当做它摩擦力是零 好 现在有一个小孩子 他爬到这个屋顶上去 坐 然后呢 不小心就从这个地方滑下来 他就顺着这个圆形的屋顶 滑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啊 他就离开了这个屋顶 人就离开这个屋顶就 往外摔 那现在我们要问 他离开屋顶的时候 离开屋顶的时候 是在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用这个角来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角来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高度来表示 随便用什么东西表示 比如说 我们现在假定 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跟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就像这个地方 那里有点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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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这里他人就离开了这个 是他的身体离开这个屋顶 身体离开屋顶 那你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这个垂直的圆周运动 垂直圆周运动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垂直的圆周面 垂直的圆周运动 你要注意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垂直圆周 如果他有一个指点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要问他的运动状态是什么 那你就要把他的位置定出来 他的位置呢 你要找一个参考位置来定他 比如说我们设定这个为参考线 那么他的位置啊 跟这条线的夹角是θ 那么这个线的半径是R 圆周的半径 你要看他的运动状态 对不对 那你就要首先呢 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它现在受什么外力呢 MG MG的力 那第二个 它受张力 绳子的张力 还有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 好 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他的外力 这个时候啊 我们用他的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来看 切线分量跟法线分量来看 好 我们说 他的SigmaFT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等于什么 切线分量 我们说这是θ 这个是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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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等于MG sinθ 这个是力的音 来源 有了这个力以后 这个值点就要做MAT的 AT的这个切线加速度 AT等于什么呢 这个时候AT等于什么 你就可以算出来啊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物体在切线方向 有一个加速度 它是等于G 3C G3C 那么我们看它的 法线方向的加速度 法线方向的力 我们以 因为这是圆轴运动 我们以向内为阵 向内的话呢 第一个力就是它的张力 Tension 然后再来一个向外的 然后再来一个向外的 MG sinθ 它要等于MAN 那这个时候AN 可不可以像这样子的 就求出来了呢 所以那个式子可不可以求AN呢 不能求 为什么不能求呢 因为T你不知道 张力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式子啊 不能用来求AN 但是我们知道它AN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讲 圆轴运动的时候 AN是等于B平方 over R B平方over R 那么这个式子啊 通常我们可以用来求它的张力 张力呢 就等于 M B平方over R 再加上MG 和3C 你当然也可以把M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它张力 什么时候是 最小 什么时候最大呢 张力 我们看 C它等于0的时候 C它等于0的时候 它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MG正好跟张力啊 相反 这两个 我们先看 C它等于0度的时候 Bosin θ是等于1 1 那么这个时候的张力啊 就是最大 Maximum Tension 这个时候就等于 M B平方over R 加上MG 加上MG 当θ等于180度的时候 当它在这里 这里的时候啊 我把这个地方的张力画出来一下吧 这个地方是MG 这个地方是MG 然后T在这一边 T在这一边 它除了要 要克服MG之外 还要让物体做圆周运动 所以它T是那么大 在这里的时候呢 MG朝下 那这个物体的张力啊 MG是 朝下 张力呢 也是朝下 因为绳子在这里嘛 绳子在这里 那么 那么 θ等于180度的时候 Bosin θ是等于负1 这个时候的T呢 就是minimum 最小的张力 这个时候是等于M V平方over R 减掉 MG GMG 这个是 我们分析这个垂直圆周运动啊 就是要把这个物体的位置画出来 把外力画出来 然后再用动力学 用牛顿第二定律来看 好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立体 回到这个立体 这个 那现在我们要问 当他的身体离开 屋顶的时候啊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假定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你可以 随便假设这个脚也好 假设这个脚也好 比如说 他跟这个层ceta脚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的身体 离开这个屋顶 这个时候他做的是一个圆周运动啊 这一部分是圆周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 要假设一下哈 我们本地里 Torah 宇宙的 在 我们写这个是A哈 在B的位置 在B的位置 B的位置 在B位置 在b位置 那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小孩子的外力全部画出来 比如说他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小孩子画出来 他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所受的外力 我们当着他 你还看不出来 他正还要离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照样子画 就是MG 超距离 然后接触力是什么力 接触力就是正向力 这个给他的正向力 正向力 还有没有别的力了 没有了 没有别的力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分析他的力 我们用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来看 切线分量 那么 切线分量 就是 Sigma 我们说再B点 Tangential component 它只有MG 它只有MG 这个角是Theta 这个是Theta 这个是Theta 那现在切线分量在这里 就是M 就等于G FinTheta 等于MAT 那因此 AT呢 就是G FinTheta 你可以写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 没有什么用 那我们看他的法线分量 法线分量 一个就是N 向外 我们应该是 向里头是正的 里头是正的 所以是MG PosTheta 减掉N 要等于M AN 我们说过AN 你就用这个 V平方 overR 我们这个是R 用大R 那么 我们现在就 看这个 这个只是圆周运动 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 他起来了 有没有离开 这个屋顶呢 这个条件 我们怎么样子 把这个条件 放进去呢 离开屋顶 有什么现象 当这个人 离开屋顶的时候 这几个粒里面 这两个粒 MG 有没有改变 没有变 什么东西变了 N变了 对不对 你人 贴到屋顶 才有 normal force给你呀 你都离开了 这个屋顶 还有没有N呢 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们就说 离开屋顶 屋顶的时候 N等于0 没有这个接触力了 没有这个接触力了 好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 MG 不算C 因为N等于0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速度 我们就算出来了 它是等于什么 M V平方 over R 我们可以把 V平方 就算出来 V平方等于RG 都算Theta 这里还是有两个位置数啊 Theta不知道 V也不知道 好 再来我们就 我们主要的 要算Theta 对不对 主要的是要算Theta 那你的V呢 你怎么求V啊 这个时候的V要怎么求啊 我们就用功能定律求 啊 有功能定律 QV 那你现在把功能定律 写出来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二分之一 M VB平方 加MG YB 减掉 二分之一M VA平方 加MG YA 功能定律 之后呢 你就把A点 B点 这些值 带进去啊 我们假设 这是A点 这是B点 这是B点 然后我们设 这个 高度 Y等于0 Y等于0 好 那你现在就看看 YA等于什么呢 YA就是R 就是半径啊 那么VA呢 VA是0 它从静止开始滑下来 那么YB呢 YB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YB啊 所以它是什么 R cos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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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BB呢 BB就等于B 就等于B OK 就等于这个 OK 这个就是 根号 R G cos θ 我们再看它的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那你就看它的外力 Total external force 这两个 但是这个是 Conservative force 不算了 那只有 Normal force 它就是等于 WN WN呢 这个是等于0 为什么等于0呢 因为它滑下 滑动的 位移 是切线方向 所以N跟DS 为直 因为N 为直于DS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条件 带入 第二式 OK 这个第二式 条件带入第二式 带入第二式的时候 左边就是0 Non-conservative force 是0 二分之一M VB平方 VB 就是那个 二分之一M RG cosθ 乒乒乒乒乓一下 就变成这个 加上 MG YB YB就是这个 Rcosθ 剪掉 这个是 第一个科乎的 剪掉 第二个科乎 第二个科乎 第一项VA是0 第二项 YA是R 所以它就是剪掉 剪掉 MG 那么这个里头 我们把MG都约掉 MG都约掉 G MG都约掉 那么 我们可以把 R 我们先把这两个加进 2也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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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加Cos Theta 就是 2分之3 Cos Theta 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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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之3 2分之3 2分之3 3分之3 3分之4 2分之3 4分之4 R cosθ是等於2 3分之2 所以你這一題啊 你一定要知道 它離開屋頂的時候 有什麼特點 離開屋頂的時候 它的N等於0 做這一類的題目 都是要這樣子做法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 彈性位能 第三種位能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我們知道 假如有一根彈簧 彈簧帶水瓶 彈簧 它水瓶的放置 然後接到一個物體 這個是它的原來的長度 原來的長度 那如果 這個就是原長 沒有0 原長 現在我們如果把這個彈簧拉開了一點 把這個彈簧拉長一點 我們假設這個時候 位置是0 到這裡的時候呢 是X 就是它拉長的一個距離X的時候啊 我們發現這個彈簧會有一個恢復力 Restoring force 我們就稱它叫做彈簧好了 我們就稱它叫做彈簧好了 這個簧啊 根據實驗我們發現 它是跟位移的大小成正比方向相反 這是由我們實驗就可以得出來的一個值 那麼這個時候的K呢 稱為 力長數 這是每一個彈簧所具有的一個特色 力長數 這個叫做恢復力 這個也叫做彈力 恢復力 或 彈簧的彈力 這個是彈簧 好 現在我們看 恢復力做的功是多少 恢復力 我們現在看一根彈簧 我們現在看一根彈簧 在水平面上面 在水平面上面 系的一個物體 這個是它的圓長 圓長 圓長 我們通常都是射 彈簧原來的長度 這個地方叫做X0 叫做X0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物體啊 從這裡 啊 這個物體 一路往這邊拉 這個是X1 X等於X1 然後再繼續拉 拉到X等於X2 X等於X2 那麼它受的外力啊 有好多種 比如說 它受什麼力呢 物體的重力 還有呢 接觸力 我拉它 當然我要有一個 D來拉它 我把這個寫成P好了 D 然後這裡 然後這裡 這個地方 有一個接觸力 接觸力 如果這裡有 摩擦力的話 那麼還有摩擦力 你往這邊拉 那這邊可能會有 摩擦力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兩個力 是這裡的接觸力 這個力 是這裡的接觸力 MG是重力 超距力 那麼 這裡還有接觸的 彈簧跟這個物體 接觸 所以它有一個 elastic force elastic force 那麼我們現在啊 不管這些力是什麼 我們先不管啊 我們只看這個 elastic force 把它從第一點 拉到第二點的時候 做多少弓 我們用AB好了 XA 這個XB 現在要求 elastic force 當這個物體 從X1到X2 到XA到XB的時候 elastic force 做的功是什麼 那我們就只求這個 F elastic force 那麼根據 功的定義 它就是 elastic force dotDs fromA to B 我們就把這個式子 寫出來 你們以後做 做題目 或者處理問題 就按照規矩來 這是 什麼原理 你就要用什麼原理 你把這個 功的定義 把它寫出來 我們就來處理這個 因為這兩個是向量 向量內積 我們說過 積分號裡面 有向量的話 通常不能積分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F elastic force notDs 處理一下 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是-KX 它跟 這個X就是 彈簧被拉開的長度 知道嗎 比它的圓長要長的 這個長度 就是F F 負的 我們寫 I的方向 我們寫成 這個向量 Dot Ds呢 這個時候的Ds 就是Dx而已 因為它是朝這個方向 運動嘛 所以它的Ds 就只有這個方向 X方向 那你把這兩個 算一算呢 它就等於F 不是K啊 這是K 我寫錯了 Kx Dx 它就是K 負K X Dx 好 把這個帶到這個裡頭來 所以我們就有F 所以我們就有F Elastic Force 它是等於負K 所以 常數可以提出來 X Dx 它從 XA 拉到XB XA就是這一段長了 這是零 這一段是XA 這一段就是XB 好 那麼 這個帶進去呢 我們可以得到 它就是等於負的 二分之二分之一K XB XB的平方 減掉二分之一K XA的平方 等於這個 好 那麼我們就看到 彈力所做的功是跟位置有關 看到沒有 跟起初的位置跟末後的位置有關 你從這裡 拉到這裡 不見得我直接從這裡到這裡啊 我可以拉到這裡以後 再追回去 再拉再追 進進出出最後到這裡啊 這是末後位置 這個是起初位置 起初位置 它是跟起初位置 跟末後的位置有關 那麼我們說過 這種 這種力 它做的功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力呢 所做的功就叫做為能 那麼這個力啊 它就是conservative force 是保守力 因為呢 它跟路徑無關 如果你B點就是A點 那麼 兩個一樣相似的就是零 對不對 因此我們說這個彈力 做的功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位能的X 所以這個可以寫成負的 E-P-B-E-A 也就等於負的Delta-E-P 負的Delta-E-P 那麼 那麼E-P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位能 我們寫 E-P-E-A E-P-E-A X平方 加C X就是彈簧伸長的長度 彈簧比它的原來長度要長多少 或者是短多少 長多少的時候 X是正的 X是正的 如果比原來的短 短多少 那麼這個X是負的 我們現在可以設定 X等於零的時候 就是彈簧不伸長 也不壓縮的時候 彈簧不伸長 也不壓縮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X 我們稱它叫做零 那麼 彈簧不伸長 也不壓縮的時候 這個彈簧 就沒有位能 我們說它的位能等於零 把這個帶進去呢 我們就會得到 0 要等於零 加C 所以C 就等於零 在這樣的一個設定之下 我們說 彈簧未能 彈簧未能 就是二分之一 AX平方 所以它的 EP 就等於二分之一 AX平方 要註明 X等於零的地方 EP等於零 這樣子的 好 這個是 彈簧未能 如果一個問題裡面 它有 什麼樣的未能 比如說它可能有 重力未能 也可能有 彈力未能 因為它有 Conservative force 重力 跟Conservative force 的這個 彈力 那麼它就有這兩個 未能 所以 我們功能定律裡面呢 那個未能呢 就要考慮到這兩種未能 好 現在呢 我做一個題目 我們做一個例題 給各位看 好 我們 來看這樣的例題 我把這個數據 抄一下 來看看 好 好 我們假定 有一個 彈簧 它的 立場數呢 是24個 N per meter 它就是F over x K的F over x 然後它的質量 是4公斤 質量等於4公斤 欸 現在 我們 它原來在位置A 彈簧沒有 在位置A的時候 彈簧沒有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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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被壓縮 然後這個摩擦力也不激 我們把它畫在這裡 mu等於零 啊 mu等於零 那麼A點的時候 因為彈簧沒有深藏 也沒有壓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XA啊 我這裡剛才寫成這樣 這是XA 等於零 OK 好 我們假定這個mu是等於零 XA等於零 就表示這個 位置是彈簧沒有深藏 也沒有壓縮 然後呢 我們就用一個水平力來拉它 用一個水平力 我們用一個水平的定力 把它拉到0.5公尺遠的B點 拉到這裡 我們用一個水平力 P是等於Constant 好 現在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XB 是等於0.5公尺 0.5公尺 0.5公尺 現在要問 物體的速度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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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把這裡 混體寫在這裡 好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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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B点的速度是什么 B点的速度 那么P呢 是等于Constant P应该有力 力应该是10牛顿 我这个上面忘记写了 10牛顿 力等于10牛顿 水平力 那现在 我们用 可不可以用 动力学做也可以啊 动力学你要把它的加速度 求出来 那么 我们现在用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用动力学来做 那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用功能定律来做 功能定律 你就把这个写出来 可以 它就是 non-conservative force 二分之一 BB平方 加上 它现在有几种超距离呢 因为在 重力场上 在这个地面上 有Mg 所以它有MgY 因为它有弹力 所以它有 二分之一 Kx B的平方 好 第二个 二分之一 MbA平方 再加MgYA 再加上 二分之一 Kx A平方 这是功能定律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 值带进去 它在A点的时候 XA是零 VA呢 也是零 YA呢 我们假定它 也是零 高度也是零 它到了这个B点的时候 XB 是0.5公尺 弹簧伸长0.5公尺 VB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 就是要求的 YB呢 还是零 YB还是零 其实你这一项 可以不要写 因为你看它在水平面上移动 水平面上移动 胃能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不写 你写出来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 看到有时候不写 为什么不写 因为它是零 你写出来以后 你会觉得 更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就看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你就把这个物体 在A跟B两点中间 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我们就画在B点也可以 好 我们就把这个力画出来 重力 然后接触力 有个B 这里的接触力 一个是normal force 那mu等于0 就表示没有摩擦力了 再来就是 F elastic force elastic force 好 我们画出四个力 那这四个力里面呢 两个是conservative force 不要算了 对不对 因为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已经写到 那个四字里面去了 那现在的 功只有哪几个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好 那它就等于 D所做的功 N所做的功 那么N的功是等于0啊 因为 normal force 那 位移垂直 你可以把位移画出来嘛 跟位移垂直 那么 work of P 是什么呢 因为P是一个定力 constant force 那它就等于P 那它就等于P 你就直接用G分也可以了 D D D 到 Ds 啊 从 XA 到 XB 啊 好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这个是10牛顿 那么这个就变成DX 方向都一致 所以它就变成 再写一步 DX 0到0.5公尺 那它就等于 D 它就是10 乘0.5 五个牛顿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 带入第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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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 这是5牛顿 左边5牛顿 这几点你看 BAYAXA都是0 所以这里都没有了 它就是什么 二分之一M 二分之一M 是4公斤 BB BB是我们要求的 BB的地方 再加上MG YB也是0 二分之一KXB 0.5 二分之一K是24 0.5的平方 0.5就二分之一了 二分之一 平方四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八分之一 24倍8来除就是3 所以这就等于两倍的 BB平方 加上3 全部加起来就是3 所以我们可以求出 BB等于多少呢 一个 Meter per second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 等于 每秒 一公尺 好 我们现在看 Part B Part B 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它的XB 到达0.5公尺 的时候 把这个P 外力 撤除 不要这个P 它现在没有力作用了 没有力作用 但是这个弹簧 因为有速度 这个物体有速度 弹簧在拉它 你不能马上就 瞬间就回来 它必须有个 减速 对不对 所以它会继续前进 前进到 某一个地方 停下来以后 再被拉回去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 在B点的时候 外力P 撤除 问 这个物体 可以行进到 什么位置 行进到什么位置 蛤 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问这个物体能够继续行进到什么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再画第三个图 我刚刚说我这里还要画图 再画一个图 这个物体比如说行进到这个位置 先进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XC 我们要求XC了 求XC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再带一次 功能定律 再带一次 这个时候就是 由B点到C点 的时候我们带功能定律 再来 稍微 B点跟C点的这些值 写出来 我们说它在C点的时候 YC是0了 XC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要求的 那么VC呢 到达最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它是0 就要回头了 所以它就是0 B就是0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不要再写了 因为啊 这个扩弧 就是这个量 就是这个量 那我们这个不就是算 这个扩弧吧 就是多少 五牛顿 五个牛顿 我们说这个就是五牛顿 五个牛顿 然后我们要看 然后我们要看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勾 你就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MG MG Normal force 然后这个是 elastic force 没有P了 因为P这个力已经测出了 测出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 来 这两个力属于 conservative force 不要了 那就剩下一个这个 所以呢 它就等于 normal force 做的勾 等于0 这个就是 原因我们已经写过了 normal force 跟ds 垂直 好 我们把这个带入第二式 全部带入第二式 那这就是0 要等于 这是五了 就等于 m 四公斤 9.8 然后 xc 这是yc yc是0 这个是0 这个是这个 二分之一 乘上24 然后这是xc的平方 再加上 5 减5 所以 xc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12分号 12分之5 你把这个算出来 meter 你把这个算出来 多少 公尺 好 这个是 呃 我们看到弹性未能 好 现在我们 呃 再回头来看 嗯 我们 前面讲的这个 供最早的一个功能定律 是这个 最早的一个功能定律 total energy 等于动能的改变 这个total energy 当初我们是怎么说呢 我们说它是外力做的功 对不对 外力 external total external force 做的功 这个功的结果就是让物体的动能改变 如果它外力的合力等于0的话呢 那么根据这个式子物体的动能就不会改变咯 但是我们看几个例子 看几个例子哈 我们看这个例子 嗯 啊这是一堵垂直的墙 啊有一个人 它呢踩在一个滑板上面 啊 它好像这样子 踩到这里 有个滑板吗 我们假定 这个滑板跟地面之间没有摩擦啊 假定它的摩擦的 摩擦力很小很小 几乎没有摩擦力 那么当这个人 用力一推黑板的时候啊 他这个轮子就滑出去了 就滑出去了 那这个人呢 动能有没有改变呢 动能有没有改变 有啊 本来不动啊 后来呢 动了 我们就看这个人 他受的外力是什么力 啊 他的外力 有MG 然后这里有Normal Force 我们假定没有摩擦 然后 墙给这个人的手 一个推力 外力是这三个 没有别的了 但是我们看这三个外力啊 做这工 我们说它的Total work 是等于MG做的工 再加上Mormal Force的工 再加上手推的 强给手的力 强给手的力 我们说这个是零 因为 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位移 一推以后 他的位移就朝这一边去了 Mormal Force呢 也是跟位移垂直啊 也没有 那这个力呢 这个力是作用在什么地方 作用在他的手掌上面 我推墙的时候 我手掌没有离开墙的时候 有力 但是我手掌一离开就没有力了 所以这个力的位移是什么 位移是零 位移是零 这个 我们说这个力啊 没有位移 我们注明一下 F 强给手掌的力 没有位移 啊 所以是零 那麽 我們說berg total等於零 但是啊 delta ek 不等於零 因為這個人開始動了 本來不動沒有動能 動了以後就開始有動能了 他現在就有動能了 好那他這個動能從哪裡來 他外力都不做工耶 外力都不做工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我們說這個時候啊 他的手啊 就好像一根彈簧 本來是壓縮的 後來呢 這個彈簧伸長了 彈簧伸長了 那彈簧被壓縮的時候 有胃能了 或者伸長的時候也有胃能 壓縮的時候有胃能 好這個時候他把胃能放出來 所以他這個 動能 改變的原因就是 這個人 他釋出他的胃能 你啊 未能啊 人 釋出 手臂張開 手臂張開 釋出未能的 啊 我們說 為什麼 因為人手被張開 釋出未能 釋出未能 去顧 啊 那麼因此啊 這個地方啊 我們要稍微改一下 修改一下啊 最初的這個 嗯 最初的這個 嗯 式子啊 功能定律 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我們修改成這樣子 我們說 work total 等於 未能 動能的改變 還要加什麼 加未能 加 Internal Energy的改變 加一個 我們寫 這個 Delta E E Internal Energy的改變 內能 內能是指什麼 指他的 potential energy 像這個人的手 張開了 欸 就是 內能 Internal energy 或者我們就寫 Delta E Internal energy 我們就寫這樣子 Internal energy 這時候你要考慮它 未能 釋放出來了 未能釋放出來了 嘿 好 現在 我們也舉一個例子 啊 嗯 我再看一個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部汽車 好 它在 這個路上面啊 本來禁止的 本來禁止 後來它就發動引擎啊 讓這個汽車啟動 它輪子開始轉 輪子開始轉 然後這個汽車呢就開始動 啊 汽車由不動 開始動 它有沒有動能的改變 有動能的改變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汽車所受的外力 汽車受什麼外力啊 MG 然後這個呢 兩個輪子 有normal force 這個是 地面給它的接觸力 還有 輪子它有摩擦力 跟地面有摩擦力啊 因為你汽車發動的時候 這個輪子是想這麼走 可是你的路面呢 反對它 所以 輪子靠路面的時候想向這邊滑 那路面就給它一個摩擦力呢 到這一邊 這個是什麼摩擦力呢 近摩擦力 我們想聽它不是在沙地上 在沙地上有時候你一發動引擎啊 輪子轉得好快 汽車不動 沙平面往後面跑 但是在柏油路上面 它就不會這樣 它慢慢滾動 滾動的時候啊 是輪胎 跟地面 接觸的那一點 沒有相對速度 沒有相對速度 它等等就滾過去了 滾過去 這一點就起來了 另外一點接觸到地面 所以它這個時候的摩擦 是屬於近摩擦 好 好 那麼 我們說 它做的功是什麼呢 Auto work 只有 Work of mg 再加上normal force 再加上這個 Fs 應該是這三個例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是0 這個也是0 這個也是0 就這兩個是跟 Ds 垂直 而 Fs呢 它沒有 Fs 它沒有 位移 沒有位移 近摩擦沒有位移 近摩擦力做的功就是0 不管你在哪裡 不管是不是這個例子 別的例子也是一樣 近摩擦力做的功就是0 這個是0 但是它的delta1k不是0 那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就不對了 那它delta1k從哪裡來的 從它的引擎裡面 引擎裡面 汽油燃燒爆炸 使空氣 跟二氧化碳氣膨脹 推動裡面的活塞 那麼活塞在帶動這個 取柄軸 然後整個汽車開始動 所以它是把它裡面的內能釋放出來 它的內能是什麼呢 就是汽油的內能 它裡頭還有汽油啊 汽油的內能釋放出來 因此呢 就是這一項 這個是0 這個是0 所以啊 delta1k就等於-delta1internal 等於-delta1internal -delta1internal 就表示裡頭的內能是負的 減少的 減少了 內能減少了 動能就開始增加 好,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在遙遠遙遠的太空裡面 這個系統 太空的某一個角落 它距離其他的星球都無限遠 就等於說 其他的星球啊 給這個系統啊 沒有什麼力 無窮遠 假如這個地方突然生成了兩個 指點 一個M1 一個M2 那這兩個指點之間會有萬有引力啊 會有gravitational force universe gravitational force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個gravitational force 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 這個是 第二個物體給第一個物體的力 這個是 第一個物體 第一個指點 給第二個指點的力 對這個系統來說 這兩個力是什麼力啊 內力 Internal force 這個系統有沒有外力啊 沒有外力啊 這個是internal force 但是它沒有外力 我們說它的external force 等於零 這兩個是internal force internal force 它是等於F21 加上F12 總的 總的 internal 這是internal force 好 這兩個力啊 我們說這兩個力會做工啊 我們不要看這個 我們說這個是內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是一個 你把一個當作作用力 另外一個就是 反作用力 好 現在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這個力作用在他 對他來講 這個力是他給他的 對他來說是他的外力 對他來說呢 這個也是他的外力 欸 系統來說 這兩個都算內力 好 他受了這個外力 開始運動 這個物體受這個外力也開始運動 所以這兩個物體就越來越快 互相吸引 速度越來越快 那麼就開始有動能 對不對 是不是有動能啊 那他的 我們說這個物體 因為這個等於零啊 所以work of total ,這個等於零 這個是內力啊 對這個系統來說是內力啊 啊 但是這個物體啊 它開始有 有加速度 它也有加速度 所以 delta e a 不等於零 它外力做的功等於零 但是它的 動能改變不是零 就是有動能了 這個動能從哪裡來的 動能從哪裡來的 就是這兩個物體互相作用 越來越近對不對 啊 這兩個物體 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它們會有potential energy 越來越近的時候 這potential energy就變小了 啊 衛能變小了 少掉的衛能跑到哪裡去啊 就增加它的動能 能量是不可以就消滅的啊 能量呢 只能從一種形式 變到另外一種形式 所以這個 動能 改變不是零 是因為它 內能改變而來 啊 內能變小了 然後呢 讓動能增加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式子啊 改一改啊 把那個式子改成這個樣子 它等於delta ek 加上delta e的internal internal force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摩擦力做的功啊 最後變成什麼 摩擦力做的功 變成 熱能 如果物體有摩擦力在做功的話 那麼它的 比如說一部車子在滑動 它會越滑越慢 為什麼越滑越慢呢 因為有摩擦力 啊 那麼 動能減少 就變成摩擦力做的功 摩擦力做的功就變成 什麼 變成熱能 變成熱能 那麼這個熱能呢 有時候我們可以看成是啊 這個系統裡面 它的一種 內能 我問各位 黑板有沒有熱能呢 有沒有熱能 有沒有熱能 沒有熱能 誰有看過 熱能長的什麼樣子 誰看過 動能 我們說 欸 汽車在運動 它就有動能 因為它在動 這個物體有味呢 因為它 像水壩的水有味呢 因為它距離地面很高 我可以看得到 那麼一個物體裡面有沒有熱能 你要靠什麼知道 要什麼知道 你用手去摸 就說你有沒有發燒 我摸一摸你 一摸 你很燙 很燙就表示什麼 你的溫度比我的手要高 當有個溫差的時候 這個熱能就會從高溫跑到低溫 熱量是從高溫跑到低溫 如果一個發燒的人摸你的話 覺得你很冰 你很冷 因為他怎麼樣 他的熱能從他的手裡面跑到你的身體裡面去了 所以熱能只是在什麼時候你才感覺到有它的存在呢 就是有溫差的時候你才感覺到 如果都沒有溫差 我們兩個溫度一樣 你摸我的頭 我摸你的頭 一樣 你不覺得有熱 不覺得 那麼熱能呢 一旦跑到我們身體裡頭來啊 你摸它 它熱能 比較發燙 它熱能跑到我的手上來 我多了一點熱能 你會感覺到怎麼樣 我感覺到怎麼樣 我感覺到怎麼樣 那這個 可以把冬天跟夏天 你摸起來不一樣啊 它裡頭有熱 但是這個時候能量啊 就是能量 你不能看的話 它哪一部分是熱能 看不出來 只有在溫度變化的時候才看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啊 物體一摩擦 比如說我這個汽車一滑動 開始有熱能 這個熱能呢 地面上 會有一部分熱 有一部分熱 就是在輪胎裡面 這輪胎又算是汽車 這個內部 如果你把汽車跟這個 路面 當作一個系統的話呢 互相摩擦 那汽車的 動量 動能是減少了 減少動能跑到哪裡去啊 變成熱能 熱能呢還是在這個系統裡面 還是在這個系統 所以這個 它只是動能 轉變成為熱能而已 那有時候我們說這個 摩擦力啊 做的功啊 也把它算作是一種 內能 我們今天就先上